事逢昨天3月31号是国际跨性别者献身日 日本和美国星期五出现平权运动 这一天原本就是为了让民众更了解跨性别群体的人权处境 关注他们每天必须面临他者的歧视眼光 其中美国华盛顿大批跨性别者不满共和党领袖 下令多个州禁止为成年人进行性别重制手术 并且浩浩荡荡游行到国会大厦抗议 高喊捍卫跨性别群体的人群 为了捍卫自身基本权利和尊重 日本不少跨性别者趁着3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在色谷广场举办国际跨性别者献身日集会 有跨性别者表明参与集会的目的 是想让年轻人和孩童知道 跨性别者在日本也可以活得很好 并希望社会更了解这个群体 トランスライツは人権だ 日本の総理大臣がこの日に向けて 何かメッセージを出してくれるような 世の中になってほしいな 終戦記念日のメッセージのように トランスジェンダーの日的なね 確かの日としてそういう風に願っております 美国方面由于越来越多 由右翼保守派共和党人掌控的州属 包括肯达基和西弗吉尼州 禁止未成年人进行性别重植手术 跨性别者星期五游行到国会大厦抗议 反对有关政策並强调 自觉性别也是平等人权 Tran rights, now! Tran rights, now! I myself am trans and I was trans I was out of tran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I know that even then it was hard being out of as trans it still wasn't a lot of acceptance for trans youth and seeing today that it's actually getting worse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也配合国际跨性别者现身日发表文告 呼吁各造必须停止打压跨性别群体 并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勇敢做自己 拜登也谴责一些保守周暑 限制未成年人进行性别重植手术 乌干达议会上个星期通过强硬的反同性恋法案 引起民间反弹 大批示威者星期五也走上比勒托利亚和开普敦的街头 大声唱歌挥舞旗帜 要求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不要签署法案 示威者还聚集联合国资讯中心外抗议 更要求联合国向穆塞维尼施压 大批示威者必须抵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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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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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这份反同性恋法案 凡是涉及同性恋行为 对同性恋活动进行招揽 推广和资助者 都将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示威者担心 一旦乌干达开了先例 其他南非国家 例如肯亚 加纳和尼日利亚 都会跟着效仿 到时候非洲性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力 将荡然无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